發完情緒她不知道 媽媽管教完以後 媽媽還愛不愛我 其實三歲以前我們都是不管教的 基本上就是哭的時候就爆 哭的時候就爆 現在他們四歲多了 就跟三歲多的感覺不一樣 尤其兩個男生 各種探索 各種小破壞的行為也有 對他們來說不是破壞 因為男生就喜歡動 動來動去 常常會把東西弄壞 就是因為他們非常好奇 什麼東西都是要去摸一下 那最主要就是弄壞了他不敢承認 他會開始撒謊 蠻重要的就是說讓他知道 小孩都會犯錯 關鍵是他要承認錯誤 他敢承認錯誤 那有一天 兩個男生轉眼間怎麼去玩 我都根本不知道 這麼貴重的照相機 他不小心打碎了 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 震驚了下我的心情 走過去 我就說 你們兩個人誰一個 把惠民阿姨的照相機打碎了 我看馬上看臉 長樂就馬上就跑 勇樂就不跑 坐那裏 因為勇樂沒有跑 我就抓勇樂 說勇樂 是不是你把惠民阿姨的照相機打碎了 他說 是我 啊 我說真的嗎 是啊 我是假裝的 啊 我根本就知道他是假裝的 因為他那個沒有打碎的時候 他假裝的那個心情是很輕鬆的 長樂就跑了 終於抓住他了 抓住他就 我說長樂是不是你 他就在心裡咯噔咯噔在想辦法 這怎麼辦呢 想了想去 他說 是我假裝的啊 是我弄的啊 我說 是你弄的嗎 真的嗎 他說是我假裝弄的啊 他也模仿勇樂 我知道他是不自然的 我說你 真的打碎了的時候 一定要承認 不能撒謊 承認錯誤才有機會改正嘛 才學好嘛 如果不是你的東西 你不能隨便去損壞他 或者是甚至去碰的時候 你要問一聲 我也甚至跟他說 媽媽也時常犯錯誤 犯錯誤 沒關係 承認錯誤這個很重要 就是要有勇氣承認錯誤 而且要道歉 不管他那個時候理解了沒有 但是我覺得作為 這個時候的管教一定要告訴他 他也很難受在那裏 弄著弄著他就哭了 他就不承認 我就抱著他 唱頌廉師的心咒 就是唱頌佛歌 完全是在一個放鬆放空的狀態裡 那他就倒在我懷裏 好像就化掉了一樣 就好像回到媽媽的肚子裡 甚至回到吃奶的那個狀態 那個結束了之後就非常開心的 快樂的跟有樂去玩了 我覺得最後那個連接點就是很重要 因為發完情緒他不知道 媽媽管教吧以後 媽媽還愛不愛我 他就有那個探子 但是最後那個階段 其實那種愛是連接在一起了 又重新連回來了 小孩子就確定 確認了媽媽還是 依然一千樣地愛他